各位觀眾好 今天我們來談一談 中共又在香港這個問題上 又一次辦錯誤 這是什麼錯誤呢 就是說 無端端將李嘉誠 拿出來做這個戰把 打李嘉誠 將香港的佔領運動 的成因 不是佔領運動 反送中運動的成因 說成是李嘉誠在後面推波助瀾 而工聯會的吳秋筆 一個很沒有水平的人 就將李嘉誠 稱為首席的格子 這些人是非常之卑鄙和無恥的 李嘉誠對中國作出的貢獻 你吳秋筆都不知道在哪裏 你就在那裏 網稱人為這個格子王 所以中共 中共的人就是這樣的人 中共的人就是沒有水平的人 好了 鬧完吳秋筆之後 我們看看 中共在香港這個反送中問題上面 又犯了什麼錯誤 其實 反送中的錯誤 林鄭自己都已經說了 一是由於他缺乏政治敏感 二是由於他的諮詢過程做得不好 三是由於他整個團隊 大家對這個處理中港矛盾 都缺乏政治敏感 所以造成現在這個佔中 不是這個送中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的 本來的問題就是這麼簡單 他自己都說是坎頭埋牆 這個問題 只要他做一些順應民間的意見 很簡單的五大訴求 其中你就做三幾樣事情 都不會搞到情況越來越嚴重 但是他將它 特意將它變成複雜化 變成是所謂的顏色革命的問題 而中共亦都是這樣 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就算你不炒林鄭的魷魚 你叫林鄭成立這個獨立委員會 亦都可以是消離很多民間的奮行 但是中共又不是這樣做 又是講成是什麼顏色革命 好了 講講講講到現在 因為李嘉誠先生 出來講講兩句公道話 他就把李嘉誠 拿出來做靶子來批判 批判李嘉誠的背後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陰謀 就是把整個反送中的矛盾 是轉移去所謂地產霸權那裡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就是說中共可能以此為契機 實行對香港的大資本家大富豪 實行某種政治上的清算 我們看到這個政治的清算 在8月7日深圳會議上面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就已經在會議上說了 哇 你這幫有錢人 在香港賺了這麼多錢 現在香港又很冷了 你們不出來講話 他們這樣講完之後 就迫使很多那些有錢人 就逐一出來表態 這個就是用中共那套慣用的 就是人人表態 人人過關的那樣做法 用在香港那裡 逼香港的富豪來表態 我們看到當然很多富豪都會被逼來表態 但是李嘉誠的表態方式 就是不依足你的語言來表態 就是李嘉誠選擇用他的一個比較中性的方式來表態 這樣的表態呢 你中共都不肯收貨 就是李嘉誠最初那個王台之瓜的廣告出來之後 首先我們看到 有些中共圈養的一些超級五毛 就是很嚴重的中性的地方 就是比如說這個屈永延 他就在那裡用這個 就在那裡用這個 包括李嘉誠去的表態 在那裡用這個 作出批判 自從屈永延批判到李嘉誠之後 內地的很多那些五毛 就陸陸續續嚴厲地批判李嘉誠 到李嘉誠那個慈山寺的講話出來之後 變成舉國的媒體都來批判李嘉誠 我自己覺得根本在這次是藉著批判李嘉誠 一就是將整個運動的焦點轉移到所謂地產霸權那裏 第二就是藉著這次李嘉誠這件事 是準備向香港的富豪差不多是下戰書了 就是說你以後不跟共產黨走 你就有可能受到嚴厲的批判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中共不斷把香港這個問題複雜化和嚴峻化 本來一個林鄭行政問題的失誤 為什麼導致一個顏色革命這麼嚴峻的問題 變成一個嚴重的外交問題 現在又變成一個香港內部一個很嚴重的準備批判這個香港的資本家的一個運動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中共放了小毛病之後不去改 就跟著變成大毛病 這個就是一個很令人擔心的一個趨勢 實際上講到說這個中共對香港的資本家 是不是現在開始動手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在中共整個立國的過程之中呢 對資本家實行一種強硬的手段呢 這個基本上是它的政策的底線來的 我記得在回歸前夕 當時有一位某一位這個大資本家 曾經叫我預測回歸之後 中共對他們這個階層的一些政策 那我就說 根據中共解放大城市的經驗 在北平 天津 上海 武漢 廣州 這些大城市的經驗呢 即是它一定會將很多 它認為是戰略性行業 是慢慢是由資本家手上 是轉移到政府手上 所謂戰略性行業是甚麼呢 你譬如說金融 通訊 交通運輸 以及在當地國界民生之中 佔有重大份量的那些行業 在香港來說 地產也是一個這樣的行業 它一定會將這些戰略性的行業 是慢慢收歸國有 或者在香港來說 它如果不可以直接把它收歸國有的話 它都要將這些行業 牢牢地掌握在親共人士的手上 這是一個特點 第二個特點呢 根據過去所謂解放大城市的經驗 這些在原有的 原有經濟體系裡面 一些舉足輕重的人物呢 它一定會採取各種手段 是收編他們 有些是用一些比較溫和的手法 有些是會用一些比較粗暴的手法 就視乎那個人對中共的態度是怎樣 這個是它過去接收大城市的經驗 當時我就說 我很相信 九七回歸之後 同樣的政策呢 都會用回香港 但是形式會不同 第一它可能會慢些 第二它採取的手段 可能會比五十年代的時候 就文明一點點 但是 萬變不離其中 它最後都要將 香港的關鍵性的行業 和這些行業的領頭人 慢慢 是 收在它的余內佛長中心的 那當時呢 這個朋友呢 這個 這個 大公司的朋友 就說 喂 程翔你說話要小心喔 你這個說法 是會令到香港 是會很震動的喔 這樣 那我說 我只是按照歷史經驗來講 他 這個是他的歷史經驗 他認為是過去成功的經驗 在香港來講 我覺得 縱使他不可以 好像五十年代 採取急風暴雨的方式 來做這件事的話呢 他都會採用其他的方式 來達到同一個目標 那現在呢 二十年過去了 我們看到呢 現在開始 是在這裡 走這條路了 公開的 就在這個 批判李嘉誠 在批判李嘉誠的同時 我們看到他在深圳舉行一個會議 叫了國企去開會 開完會之後還走來香港 去見林鄭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呢 在這個深圳會議上面呢 已經是講了 說香港的大企業 那個管理權 那個話事權 不在這個親中共的人手上 所以希望那些國企進來 香港呢 是加強對這些 企業的這個 投資 所謂投資的意思就是 就是 買他的股票 買他的股票 入他的管理層 通過買股票入他的管理層 然後取得這些 這些企業的話事權 你如果把這兩條新聞 放在一起看 這個正正就是我 二十幾年前 和那些大資本家 所談的那些內容 一模一樣 如出一切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這是他們 共產黨的DNA 共產黨的思維方式 共產黨的辦事方式 是走不掉的 這個方式可能 這個做法可能有少少不同 但是呢 歸根到底 都是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次呢 突然間在這個 反送中的過程之中 你看到他肯定是 不從這個簡單的方法 來著手處理 而是不斷向更複雜的地方去提升 我覺得 可能到最終呢 就是希望 透過這個 所謂反送中的運動 實施對香港 經濟上的接管 政治上的進一步打壓 現在你看到國泰 已經很清楚了 國泰現在基本上 是因為 市場問題 它向國泰施壓 國泰已經是政治上百分之百就範了 類似的事情可能今後 都會繼續在其他資本家身上發生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